最近因为保龄事件有许多民众开始关心起食物中毒还有食品保存的问题 也突然想到家里的冰箱已经有好久没有整理了 也因此掀起一阵清冰箱运动 冰箱整整齐齐每一层都放了收纳盒 区隔成一格格空间 家事达人教你怎么整理冰箱 才不会变成堆满满的阿嬷冰箱 第一个我尽量减少剩菜 第二个我放进去的时间我空管在一个礼拜之内 拉出收纳盒冷冻牛筋卤肉整合都是肉类 全部分门别类方便找食材 主记内容物贴上标签才能清楚知道包了好几层保鲜膜 已经结霜冻成一块块的是什么 当冰箱已经堆积如山 达人建议从能看到的第一面食物枪开始清 一个接一个接一个心状都固定了 假如说我们没有打得扁扁的没有分类的话 那你拿出来以后我们没办法再归位 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时间有空的话 就每天就是先整理这一块 那是不是先解冻先把它处理掉 可能先红烧让它是熟的 然后再分包 这两天要做的菜食材分装处理好放在一区备用 剩菜也不要整盆用保鲜膜包 建议沥干酱汁装保鲜盒避免走位 也会让冰箱空气循环比较好 至于冰箱门上瓶罐一大堆 后久没用的就丢掉 或者贴上标签才知道是什么酱料 另外鸡蛋和牛奶尽量不要放门上 因为每次开门温度变化大容易变直 包装是不是很完整的像真空的 已经被打开的话 所以那个被感染 吸菌感染的激势会比较大 拿出来以后就直接放到水里面 热水去把它煮开 你闻闻看那味道有没有变味道 家事达人提醒 当食物出现油味或冰箱味 就要丢掉 免得吃坏肚子 民事新闻杨思敏 戴亚伦新北报导